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将彻底的解说 说出许多经典台词的七海剑人 曾经身为咒术高专学生的他 为什么毕业后依然决然不当咒术师 而选择出社会成为上班族呢? 在最终回归成为咒术师的他 在色谷失变以及虎杖的人生 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部影片将详细解说七海剑人这个角色 并且涉及剧透,请斟酌观看 那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七海剑人自幼小就能看见诅咒 是家族当中唯一一个拥有这样能力的人 因此被引荐前往咒读咒术高专 这一届一年级的学生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七海,另一个就是灰原雄 灰原是一个相当开朗乐观的人 总是面带微笑,谦逊有理的他 认为自己欲于常人的能力 就是为了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如此一来心情就会无比的畅快 他述说自己这些理想的时候 眼神充满坚定与闪耀般的热情 是能够感染周围所有人情绪的绝对好人 或一年级的两人 在某次执行二级纣灵讨伐的任务当中 最后才发现是土地神的一级任务 会员也因为任务难度 在七海的面前死去 在学校的停时间 七海相当悲伤与不甘心 从下游的安慰得知 五条木已经去处理 这时本来稳重的七海 却难得说出一时的气话 干脆全部交给那个人 不就好了吗? 自己最好的朋友殉职 咒术师要为了其他人 随时做出牺牲自己的觉悟 这个职业就是狗屎 于是毕业后的七海 便就此离开咒术界 说离开 他更认为自己像是逃走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 与成就感和生存价值无缘的人 自从辉原过世之后 这件事让七海成为了一个现实 与务实的人 离开高专的四年期间 他不断追求着金钱 只想赚够钱在三四十岁时退休 到一个物价低廉的国外度过余生 这成为了七海最主要的人生目标 在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四年的时间 七海认为最重要的是 以真诚对待客户 替他们赚取最大利益为目标 但老板的想法却是 推荐客户买多烂的股票都无所谓 公司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睁眼闭眼都只为了钱 就像一个被金钱绑架的人生 七海公司附近的面包店员 总是活力充沛招呼客人 一直以来都诅咒在他的肩膀上 虽然会让人疲倦 但不会造成实质的伤害 七海也不想被误会成灵媒 自然也放冷不管 某一天面包店员看见七海精神不济 就开口问候 关心着七海有没有好好的睡觉 对工作充满无奈与感慨的七海 开始说出 自己的工作就是管理有钱人的钱 就算自己不在 也不会造成任何人的困扰 但如果是面包店不在 却会让想吃面包的人产生困扰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从事脱离人类循环的工作 这样的薪资却反而优渥非常多 这些听起来像是在炫耀的话 事实上也表示着七海内心的动摇 一个有着优渥金钱却毫无价值的工作 另一个则是能够帮助他人感受生存价值的工作 随后七海便将店员肩上的诅咒扶除 就在离开时店员大声地说着谢谢你 七海内心附送者这句话 这比四年以来听过的任何话都还更具有意义 找到生存价值的七海拨打了五条物的电话 并且回归了咒术界 回到咒术界的七海目前是一级咒术师 因为一起改造杀人事件 将与树挪的容器护杖幽人共同执行任务 五条最喜欢用不做上班族的咒术师来介绍他 这是因为咒术师当中怪人非常多 有上过班的七海就属于正常人非常的可靠 同样的七海相当信任与信赖五条物的强大 但他轻浮的个性一点都不值得尊敬 这时七海也说出经典的台词 咒术师是狗屎 劳动也是狗屎 都是狗屎 不如选择 我更适应的 第一次与虎杖见面的他 并不认同虎杖是一名咒术师 并且总是说我是大人 你是小孩 这样太过于小看虎杖的举动 身为七海非常具有责任感 除了看不惯咒术上层 不重视年轻生命的做法 更不想再见到一年级的学生 因为任务而死亡 外表冷酷 内心其实相当纤细的七海 他知道虎杖遇上被改造的人类 会因为杀了他们而产生罪恶感 甚至产生同情 无法下手 于是七海就独自前往 咒林所留下的陷阱 七海见人与生俱来的咒术师 石化咒法 瓦弱瓦弱 能够以对方任何的部位 以七比三的比例 建立弱点 并以刀背打击 就能产生巨大的伤害 甚至比自己强许多的敌人 也能产生效果 身为成熟大人的七海 生活当中一直遵循着规则 与条理 他的武器与身上 可以看见各种束缚 第一就是包着布的盾刀 并且使用刀背攻击 以牺牲尖锐的刀锋 借此强化咒术的打击效果 第二 平时七海都会约束着自己的咒力 只使用原本的80%到90% 但只要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 开始加班后 咒力就会大幅提升至 110%到120% 第三 就是会向对手公开自己的术士 如此一来就能提升术士的效果 他同时也是连续4次 黑闪的最高纪录保持人 是在白鬼夜行 对多个一级咒灵连续使出 就当七海跟随咒灵的残会 在下水道内 遇上了特级咒灵真人 七海率先接近 使用盾刀攻击 并且立刻使出石化咒法 即便真人已经用咒力来防御 还是产生了暴击的伤害 了解七海术士的真人 不断用活生生的人类 制造肉体攻击 这时七海却看见了被改造的人类 流着泪向自己求救 他想起 小子曾经说过 被改造的人类已经遍不回来 杀了他们才是替被害人着想 七海说着自己 不会将感情带入工作当中 但还是默默替改造人擦掉眼泪 就连真人也能看见七海的灵魂正在动摇 这也说明了总是冷酷 几乎毫无感情波动的七海 事实上是一个看似冷漠 实则关怀他人的咒术师 这时真人却已超越之前的速度 使出无微转变 攻击七海的腹部 幸好七海使用咒力防御 才勉强挡住攻击 不过再继续被触碰 可能也会变成改造人 七海也因为腹部的伤势 不断拉开距离 并且拖延到了下午6点的时间 这时七海解开了领带 并且说着 很遗憾 接下来是加班时间 因为束缚的关系 他的咒力增强了许多 七海知道自己在现场 无法直接服出真人 因为咒力的攻击 无法触及他的灵魂 最糟的情况 自己还可能上命 所以他用失化咒法 滑落滑落攻击墙面 并且瞬间砍断真人的脚 七海打算暂时撤退 就留下真人 被巨石压的粉身碎骨 树热养伤后 持续任务的七海 在某所高中 从真人的手中 救下了差点被杀死的虎杖 七海的咒术暴击 与虎杖直挤灵魂的径庭拳 让真人无法变形 几乎要被杀掉直 身为人类 彼此憎恨而诞生的真人 被逼至绝境的他 发挥出了非凡的力量 真人使出灵域展开 自闭圆盾里 并将七海关进了领域当中 同时把虎杖隔绝在外 这时七海知道自己在领域之内 真人的无为转变是绝对的命中 自己也无法使用领域与他对抗 束手无策的七海 将墨镜拿下 露出满足的笑容 回想起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 一路上说到的许多感谢 这些满足了自己生存的价值 一点遗憾都没有了 这时虎杖却从外部打破了领域 因为领域展开是为了将敌人困在宿室当中 内部几乎坚不可摧 外部则是脆弱不少 这是因为进入领域根本没有好处 真人的自闭颜盾里会触及灵魂深处 这却惹怒了虎杖体内的两面束挪 真人立刻受到斩棘之伤害 领域也随即崩坏 就当虎杖与七海将要给他致命一击时 真人却改变自身灵魂的形态 从水垢盖逃走 本要继续追击的七海 却担忧失血过多而晕倒的虎杖 最终就此停止了任务 时候亲手杀掉改造人类的虎杖 自责不已 这时七海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咒素师不只要浮出咒灵 更有可能亲手杀掉人类 对于救自己一命的虎杖 七海这次不再说他只是一个小孩 而是认可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咒素师 在涩谷时间片 所有咒素师都前往调查 释放咒灵的凶手 以及谁放下关注人类的上 七海扶黑与猪眼三人一起行动 突然所有人听见虎杖在涩谷楼顶大喊着 那那名五条老师被封印了 这个绰号是虎杖为了增加亲密感 第一次见面不久之后取得 也成为了观众常说的称呼 但也只有虎杖敢这样叫他 现场由七海立刻分析战况 冷静沉着的快速了解后 七海前往请求更高层的资源 那路上却看见一地之被袭击倒地 身上被戾气所攻击 肯定是人类所为 这也让七海仿佛见到灰原的影子 非术师的一只地被袭击 使他无比的愤怒 就当找到了诅咒师重面春泰 身体素质强大的七海 直接接下重面春泰的梯极 并立刻用石化咒法将他打飞 就连在场的丁琦也惊叹着一级咒术师的实力 最后到了加班时间 七海解开了领带 他带着沙翼的一拳解决了重面春泰 事实上一般的术师就会当场死亡 但因为重面春泰的术师储存奇迹 才得以幸运地存活下来 就当七海更深入敌营 要救出被封印的五条石 自己与禅院当家植皮人 以及禅院珍稀 遇上了特级咒林陀庚 任何强恶有力的攻击 都会被水形成的墙壁所阻挡 根本无法伤及咒林的本体 最糟糕的状态 是三人一同被拉进了陀庚的领域 在当运平线这个领域当中 各种海洋石漏的鱼类 将会啃咬着对手 因为领域避重的效果 在攻击之前根本无法看见弑神 这时自顾不暇的七海 却还关心着几乎没有咒力能防御的珍稀 他告诉珍稀 任何攻击抵达之前都无法预测 只能凭着知觉拼命地防御 话说完自己 却中了敌人弑神的啃咬 三人尽管是厉害的咒术师 但也没能强大到使用领域反击 就在陷入苦战之时 扶黑使用千和暗玉亭 闯入了驼根的领域 影响了档运平线的比重效果 众人才得以防御敌人的攻击 这时的七海便已身负重伤 并且失去了一只眼睛 就当所有人要从扶黑打破的出口逃走 突然一个黑凡的男人 自己闯进了领域当中 并且也超越人类的力量与速度 轻松浮出了让众人陷入苦战的咒零 当他们从领域出来之后 七海想着假如不是扶黑会 三人早已丧命于领域当中 这时又有一个特级骤零的出现 这是比陀更强上数倍的肉壶 七海还没反应过来便被烧成焦炭 所有人也都惨遭烈火烧伤 顶着半边焦黑身体的七海想着 之前一直想要到低物价的国家度过余生 在海边建立属于自己的家 一夜夜翻着自己没看过的书 想要找回那四年 狗屎日子所失去的时光 七海却突然回想到现实 担心着扶黑、珍惜以及残怨当家 但在这一刻 自己真的觉得累了 他在临死前 斩杀了许多被改造的人类 这一刻他还记得肖子所说的 杀了改造人才是拯救他们 就当七海即将失去一事 这时侵害自己的事 曾经对战过的奏灵真人 七海问着已是的自有辉原 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 明明都已经逃避了 为什么还为了生存价值而回来 这时七海的眼前出现了辉原 他收指了远处的方向 七海看见收指方向的虎杖 原来自己此时此刻的价值 就是为了引导这个善良年轻人的道路 心中充满矛盾的七海 担心说出的任何话 都会像辉原一样成为自己的诅咒 但七海坚信虎杖与自己不同 于是说了 虎杖之后就拜托你了 就立刻被真人的无为转变 粉碎到不成人形 这就是一级咒術师 七海见人的一生 事实上七海最后的遗言 并不是要虎杖替自己报仇 而是用自己最后生存的价值 引导的虎杖成为真正的咒術师 那就是辉原一直贯彻的信念 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 总结来说 七海这个人物 是一个非常照顾后辈 严肃中带有温柔的咒術师 那种是分析擅长 稳重成熟的态度 以及穿着西装帅气的外表 都是让人喜欢她的原因 这也让她在人气投票活动当中 获得高票得到了第五名 七海是非常贴近我们的角色 或因为工作与金钱 产生自我价值的疑问 不断追求金钱后才了解 能够让自己有成就感的 就是帮助他人 尽管咒術师是狗屎 但她从来不曾后悔 尤其是听见被拯救的人 所说出的感谢 虽然她曾经跟胡杖说过 自己不是老师 但事实上她就是带领着胡杖 领悟出什么是真正的手术师